嘉義在下午2點多遭到了雨淡狂襲 造成了多處淹水 而雨勢來得又急又猛 有民眾拍下了家門前變小河的慘況 水還差點淹進家中 而嘉義線水上香的路面積水嚴重 嘉義的民眾無奈地表示 這個雨水根本就是用到的 雨哗啦哗啦下個不停 道路瞬間變成小河 民眾拍下自家門前大積水 差點就要淹進家中 這雨來得又急又猛 連大排水溝都排水不及 讓低蛙處出現嚴重積水情況 中央情下暑25號下午2點49分 針對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等三縣市 發布大雷雨特報 多處路面都出現積水 讓民眾苦不堪言 舊嘉義網友在網路上崩潰留言 表示這雨水根本是用到的 還有人表示自家陽台也淹水了 更有人說希望可以把水指引到水庫去 今天一點多的時候是天很黑 就下大雨了 有一度大到我們開車那個事件都 能見度很差 雨大到有點會擔心會不會 會有淹淹水的情況 大雨狂炸嘉義民眾就怕家電家具 泡在水裡會壞掉 趕緊搬動這些家當 近期受到封面影響 可能還會帶來一波好雨 民眾得多加留意 記得嘉義綜合報導 這邊小晚上霹靛之後 蹴яг看